男人觉醒唯一隐藏职业生命祭祀 成为全球最废职业 因此人人都嫌弃无人愿意跟他组队 可他们却不知道男人激活的增幅系统 拥有最强体格 成为唯一一个近战奶爸 拥有四个静咒技能 就在刚刚 灰月二中的觉醒广场内 此时人潮涌动 开始排队进行职业觉醒 这是一个游戏和现实结合的异能世界 今天是林寒魂穿异界的第十个年头 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觉醒之日 这里的人在18岁那年都会觉醒出不同的技能 这些技能又分为战斗系 生活类以及辅助职业 觉醒出生活类的大部分只能沦为普通人 而辅助类职业前期需要大量资源支撑 除非出生大家族 否则很难成长起来 而林寒的目标 就是转职成主战类的战士职业 是唯一快速崛起的途径 这个世界有数不胜数的副本 境地 秘境和怪物 战士类技能可以在不断刷怪升级中变强 林寒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战士 然后成为最强的战士 就在林寒思索之时 一根手指忽然出现在他身后戳了他一下 随后王强便低声提醒道 林寒 轮到你了 别发呆了 班主任都盯着你好半天了 你前面早没人了 而六班班主任杨雪薇不禁眉头微皱地催促道 别再觉醒日开小差呀林寒 可他话都没说完 林寒就直接无视他朝着觉醒台奔去 王强则满脸兴奋道 等你成为战士 咱们兄弟俩一起刷怪升级去 随后林寒便朝着觉醒台缓缓走去 一名负责觉醒仪式的老师已经等待了许久 就在林寒上台之时 一旁的老师忽然提醒道 走进法阵中 不要抗拒力量的牵引 你是天选战士的苗子 我看好你 林寒也知道 职业的觉醒和天赋有很大关系 可也受自身意志的影响 自穿越以来 他一直都为了成为战士而努力 在林寒走入法阵后 觉醒法阵立即开始运转 一道淡绿色的光芒之柱 猛然冲天而起 遮掩了林寒身影 耀眼夺目 直冲天际 望着台上的动静 小嘎嘎们不由惊呼出声 卧槽 这个林寒的天赋也太恐怖了吧 这得觉醒出多强的职业啊 就连林寒的好兄弟王强也不禁满脸震惊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杨雪威泽阴口 违章解释道 是觉醒出隐藏职业了 世上除了三大类职业之外 还有一种极为稀少特殊的职业 那就是隐藏职业 隐藏职业出现会引来异象 这是天地对隐藏职业独有的理赞 文言 王强顿时激动了起来 卧槽 那岂不是说林寒注定会成为一个顶级强者 就在这时 转职法阵光芒熄灭 一个偌大的提示框忽然出现在林寒的头顶 恭喜林寒转职成功 解锁隐藏职业生命祭祀 看着自己觉醒出来的职业 林寒立马傻眼了 怎么给我转职成了祭祀 一想到自己为了成为战士所付出的努力 林寒顿时双眼一黑 差点就当场阴了过去 一旁的老师也不禁叹息道 居然成为了一个祭祀 这个孩子真是可惜了 而台下的王强文声连忙询问道 老师 林寒转职的意向这么强 很明显是一个强力职业啊 你为什么会说可惜了呢 老师文言忽然摇了摇头解释道 祭祀属于法系中的异类 与大多数法系职业不同的是 他们是通过吟唱战歌方式来辅助友方 不同的战歌 拥有者不同的增益 的确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辅助职业 但是 这个职业的升级之路异常艰难 这个世界职业者的修行体系 从低到高一共有九个境界 每时即为一阶 在此基础上 你还需要汲取独特的元素之源 那就意味着要进入天灾内部 即便是六十级的强者 都不敢贸然深入天灾深处 这个条件怎么可能达成 就连杨雪薇也不禁叹息道 历史上的每一个祭祀职业 都没有超过实际的 属于最废职业之一 王强文言不由心头一震 天灾啊 那可是传说中堪比 静咒级术法的强大自然力量啊 随后杨雪薇便来到林涵身旁安慰道 林涵啊 不要灰心 你好歹也是个隐藏职业 随后林涵便边走边 探着自己的职业在心中暗道 难道我林涵注定此生碌碌无为了吗 在看到自己的属性之后 他不禁暗暗分析道 五个属性中 有三个过百 这基础属性比正常人要强太多了 若觉醒为战士 这个岂不属性 简直豪华到爆炸 随后林涵便点了点面板 准备看一下技能都有些什么 映入眼帘的是四个技能 魔法静置 可压制50米范围内魔法元素 化作自身魔法之力 治疗之歌 吟唱生命女神赞歌 释放治疗光环 未有方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可治愈一定伤势 招魂之歌 迎送死亡之神赞歌 释放死亡光环 削弱敌人实力 可随机召唤一种 地底亡灵生物 魅惑之歌 迎送堕落女神赞歌 释放催眠光环 随机施加各种负面影响 祝福之歌 迎送混乱之神赞歌 释放祝福光环 给有方增加一个bug 效果随机 在看完技能介绍后 林涵不禁挠了挠头在心中暗道 我怎么就偏偏成了个奶妈 还是四技能全是辅助型的纯奶妈 一个只能升到十级的奶妈 还不如普通生活职业呢 然而就在林涵绝望之时 她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丁的一声 检测到宿主遇到迷茫 万倍增幅系统已激活 在得知系统可以对宿主选定 与自身相关的任何事物 进行万倍增幅之后 林涵便直接让系统 强化自己的职业面乱 紧接着林涵的个人属性 就发生了大变化 体力100万 敏捷30万 魔力50万 耐力110万 力量120万 专属技能魔法静致 可压制500公里范围内魔法元素 化作自身魔法之力 静咒及守护天使 吟唱生命女神赞歌 可自动复活一部分的阵亡生物 机械以及元素和亡灵生物 不能被复活 静咒及亡灵复苏 迎送死亡之神赞歌 必定召唤魔鬼类生物 且战斗获胜后 按30%比例将所杀死的敌人生物 转化为亡灵加入己方 静咒及堕落戒入 迎送堕落女神赞歌 必定施加两种负面状态 可不争得敌人同意的情况下 接受对方投降 比例15% 静咒及混乱领域 迎送混乱之神赞歌 可召唤一个领域 己方可增加两种吧 且可随机各种静咒及法术一个 就在这时 王强忽然气喘吁吁地 来到灵寒身旁开口道 终于追上你了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 你太不够意思了 转职完就撤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呢 七天后就是高校的招生大考了 这几天我们一起下副本 帮你提升实力 我们一起考大学 话音刚落 二人身后就传来一道嚣张的笑声 王强 你在导笑吧 来者赫然是刚刚转职成盗贼职业的高冲 只见他满脸得意的宁笑道 林涵觉醒了一个最废职业 还想进入大学学院吗 进去给人打杂吗 王强健壮立即站在林涵面前 对着高冲呵斥道 高冲你可闭嘴吧 不就是觉醒出了个主战职业吗 有什么可狂的 而高冲却直接朝着林涵走去同时讥讽道 林涵 我早就说过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像你这种出生在贫民窟的人 注定就是个废物 而林涵则轻轻地摇了摇头 然后漠然道 好狗不挡道 你让让 顿时高冲的脸色便猙獰了起来 林涵你装什么装 还以为自己是二中第一天才吗 你这种废物职业 老子单手就能念你好吗 此话一出 林涵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抬手就对着高冲的脸就是一拳 紧接着另一只手猛然轰出 静止轰击在高冲的腹部之上 当即林涵就攥了攥拳 满脸冰冷地朝着高冲冷声道 你刚刚说什么 单手虐我吗 男人刚进入副本就遭遇魔物偷袭 为了消灭眼前的小怪 他居然抬手就甩出一发静咒技能 就在刚刚 林涵没忍住随手一拳 就将嚣张的富二代给奏飞 而被暴揍的高冲连忙起身边蜕变恼怒道 等我过几天升到十级二转之后 看我到时怎么收拾你 而林涵也没理会他们这群败家之犬 任由他们就这样离开 随后林涵便回到了辉月市的平民区中 就在他烦恼着要怎么跟家里人说自己转职成废物职业之时 刚打开门 就闻到了一股饭箱 他的父母为了庆祝林涵觉醒职业 提前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菜肴 不过在得知了林涵觉醒出的是生命祭祀后 他的父母却满不在意地鼓励道 虽然不是梦想中的战士 但也别灰心啊 优秀的人总能搞出名堂啊 在酒足饭饱之后 林涵的父亲忽然递给他一个大箱子 这正是二人特意准备的礼物 这箱子内装的赫然是一件黄金级法杖 以及一件黄金级长袍 林涵立即将其装备上同时按按机动到 居然是黄金级的法式套装 已经属于中阶装备了 还是攻防兼备的好东西 当即林涵就迫不及待地使用增幅系统 对两件装备进行升级 传说级长袍法神之力 穿戴后可获得一定量的魔法护盾 护盾可以代替生命值抵挡伤害 护盾值上限为自身生命值100% 传说级法杖法神之力 附带土电双元素效果 100%概率 额外产生一次土或电技能伤害 看完装备属性之后 林涵顿时暗暗窃喜了起来 这下发财了 装备一跃成为了传说级 而且还是100%概率 自古法师多近战 从今以后我就是近战奶罢了 随后林涵便陷入了思索当中 实际后需要突破一转 想要突破就必须吸收元素之源才行 而想要拿到元素之源 就必须进入天灾 当即林涵就开始搜索 辉越是附近哪个副本能遇到天灾 海泽国度由漫长的海岸线 和无数座火山与岛屿形成 这里的海洋沿岸不满怪兽 而且海洋上面聚集着大量的风暴 经常发生超乎想象的天灾 就在林涵选择好目的地之后 王强忽然给他发来的消息 望着王强发来的组队邀请 林涵直接就拒绝了 毕竟海泽国度对一级的新手来说太危险了 次日清晨 林涵在出了家门之后 便直奔传送广场去了 在高中生毕业后 每人都有一次免费使用传送的机会 而早已经做好攻略的林涵 很快就选定了传送地点 直接朝着传送门走了进去 伴随着一阵光芒闪过 林涵很快就出现在一处森林茂盛的岛屿上 还没得林涵走出多远 一直体长超越三米 浑身上下都被棱角分明的 林涵所覆盖的巨蛙就猛然出现在他身后 紧接着冰毒蛙就发出一阵诡异无比的婴孩啼哭声 点点冰蓝色元素迅速在半空中快速汇聚 下一刻 树道冰蓝色的冰锥猛然从空中射出 朝着林涵的位置袭脚而去 而林涵的反应很迅速 在魔力注入长袍的瞬间 他的周身出现了一个褐色的护盾 将冰锥尽数格挡了下来 见护盾的防护效果这么惊人 林涵不禁感到有些不可置信的暗暗震惊道 这个护盾太牛了吧 不愧是传说级装备 见眼前的人类居然一副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 冰毒蛙立即就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嘶吼 刺耳的名叫立即席卷而来 顿时林涵就感觉到头部传来一阵剧透 防护盾只能抵挡物理和魔法攻击 却无法抵挡精神伤害 被弄得头脑发昏的林涵当即就暴怒了 直接抄起法杖就要开始施法 在林涵举起法杖开始迎送混乱之神赞歌 发动静咒混乱领域的瞬间 周围一股股魔力开始涌动 朝着他所在的位置逐渐汇聚而来 在吟唱完之后 林涵就将手中的法杖缓缓挥下 顿时正片天空瞬间黑暗了下来 一道领域自林涵身边扩散开来 整个岛屿的上方出现一阵轰鸣声 一颗无比巨大的隐星 正急速降落 男人第一次使用自己刚觉醒出的技能 居然就差点将他所居住的城市给掩灭掉 就在刚刚 林涵为了清理副本的小怪 使出了静咒混乱领域 随即到了隐星破裂这个法术 只见隐石慢慢地嵌入到地面之上 不禁的火光瞬间席卷整个试炼场地之中 无数的生灵在这一刻化为灰烬 与此同时 辉越是侦测部的小嘎嘎忽然焦急道 部长 辉越是整个魔法波动 警戒值已经叼满了 整个侦测部门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部长则连忙下打打开检测画面的命令 紧接着部长再次开口道 给上级进行确认 询问是否有能够操纵径的人类强者 而整个辉越是立即就进入了备战状态 魔法能量正在快速逼近 而在海泽国度的边界发生了海啸 此时已然迅速朝着辉越是席卷而来 整个辉越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紧接着海啸就重重地砸到城市内树起的防护罩上 顺利地将其抵抗了下来 与此同时 林涵望着塞得满当当的背包不由得意到 虽然达到时机浪费了不少经验 这一背包材料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就在这时系统忽然响起提示音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书 是否对其进行万倍增幅 林涵文言顿时激动地硬道 当然要增幅了 随后技能书就进阶成了静咒级 技能书诸神恩典 使用者使用任何需要吟唱技能 都可取消一切的前摇动作 可直接释放 还没等林涵高兴 整个小岛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望着远处的火山 已然开始有岩浆迸发而出的迹象 林涵立即准备动身去收集火之元素和风之元素 因为火山喷发 几乎所有怪物都被扬成了灰 已经不需要杀怪了 在深入火山内部之后 一道耀眼的光芒 吸引了林涵的注意力 他一眼就认出这就是火元素之元 随后林涵没有丝毫犹豫地将火元素之元收入囊中 他自己也没想到 居然这么轻松地就收获二转所需要的材料 在陨石落下的冲击下 一阵阵席卷在海面之上 无数的浪花被卷起冲到万米的高空 一阵阵的飓风在海面之上凝聚 彻底沦为了灾难 而林涵此时已然飞行到了半空迪固岛 按照地图示意 风元素之元应该就在这里面 林涵在风暴之中也算得上是游刃有余 没用多少时间 林涵便来到风元素之元的位置 顺利收入囊中 随后林涵便看着自己的背包暗暗迪固起来 这次不仅收获了两个天灾的元素之元 还收获了无数装备和材料 这些放到交易市场去 肯定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随后林涵也没再浪费时间 直接原路折返 回到了辉岳市 可在他走出传送门口之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慌乱的一幕 就在林涵疑惑之时 一位警备队员忽然开口道 刚才因为一股神秘力量导致了海啸袭击辉岳市 快去避难吧 一听这话 林涵立即明白是因为自己施展出禁咒 导致海啸差点将辉岳市给毁了 此时辉岳市的城墙上 无数名职业者正不断对生命之墙输送能量 可海啸不断砸到城墙上 无数的裂纹开始在墙体之上蔓延开来 顺着裂纹之中无数的海水流出 眼看生命之墙要支撑不住了 指挥官立即命令到 反向重力魔法 翻转防护罩 在海啸冲击之前给我摁回去 给我用上所有魔力 辉岳市的存亡在此一搏了 瞬间在场的众多强者纷纷出力 一道道力量结成屏障 附在生命之墙后方以此来抵挡海啸 然而仅仅片刻功夫 就不断有职业者瘫软在地 魔法的增长速度 根本赶不上海啸增长的速度 见此情景 指挥官不禁陷入了绝望 难道辉岳市就要在今日消失吗 然而就在这时 躲在暗处的林涵却忽然使出了 静咒祝福之歌 顿时城墙上的守备人员 就感觉到源源不绝的能量 不断在体内涌现 疲惫的状态立即就恢复了过来 在祝福之歌的强大辅助能力下 反向重力魔法 很快就将防护罩反转成功 顺利将海啸给控制住了 紧接着指挥官的再次命令道 给我稳住防护罩 剩下的人给我打开传送门 把他有多远丢多远 下一刻 超大型传送门猛然展开 海面高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下降 片刻功夫 海面就恢复到了水平面 防护罩也开始解除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禁是松了口气 此时能够站得住的人 已经没有多少了 而躲在高空之上 偷摸旧场的林涵健壮 也不由暗暗地得意道 轻松搞定 玄机林涵忽然叹息道 差点就酿成大祸了 静咒的威力实在是太强来了 以后用起来得慎重了 不能再发生进入的情况了 男人只是一个 还没完成转职的生命祭祀 可他随手就拿出 让拍卖行都感到震惊的巨量装备 就在刚刚 在顺利解决了 辉越式的灭城危机后 林涵便打到回府 准备明天去转职大厅接取转职 第二天一早 林涵来到了转职大厅接取 二转的升级任务 在填写完资料后 林涵便选择系统随机任务 只要将魔力注入水晶球内系统 就会随机抽取任务 就在前台小妹以为 林涵只是想听运气 博迪等级任务的时候 她赫然发现系统给林涵随机的 竟是要获得深渊之心的S级的任务 不过林涵却想都没想 直接就表示自己要接受这个任务 前台小妹文言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先生 我建议你重新选择 S级任务对哪系职业来说 跟送死没有区别 不过林涵却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 坚决选择了领取 顿时整个转职大厅内的迎庭 都显示出林涵领取了S级转职任务 众人健壮不由纷纷惊呼出声 这是谁啊 竟然连这么危险的任务都敢领取 生命祭祀 没听说过呀 听说你接了S级任务 来跟我们组队 我保证你能完成任务 只见拦住林涵的三人 左手臂处都别着一个带有蛇图案的臂带 他们赫然是辉越是三大工会之一中 三蛇会的人 不过林涵却想都没想就直接干脆拒绝道 不好意思 没有兴趣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 光头难闻言顿时就炸开了锅 当即他就猛然朝着林涵袭去同时恼怒道 也敬酒不吃吃罚酒 而林涵当即就反身一脚将光头给踢飞同时冷声道 给我滚 林涵都超过一般战士了吧 真是个可怕的怪物 而光头难见林涵显然不是一般人 当即他就咬牙切齿道 光明正大的不行 以后我让你跪着来求我 在接了任务之后 林涵并没有着急进入地下城 而是来到了交易市场 随后林涵大手一挥 一瞬间整张桌子之上 立即都堆满城小山一般的装备和材料 见林涵这么有实力 46级的健保大师经理连忙走到林涵跟前开始进行对接 随后刘经理简单扫了一眼那堆装备后笑道 林先生还真是出手不凡 竟然依次性能拿得出这么多装备 刚刚比人扫了一眼 这些装备大概能给林先生2300万的价格 林涵剑给出的价格还算公道 便将另外两件装备放在桌子之上 剑桌上的两件装备显然不是繁体 当即刘经理就连忙使出剑宝之神的特有鉴定技能 在查看完两件传说级的装备属性后 刘经理立马笑呵呵的开口道 林先生 我已经鉴定完毕 这两件装备应该属于一个套装 虽然不是全套 但确实是传说装备无疑 我可以出到14005的价格 而林涵则满意的点头表示成交 在完成交易后 刘经理忽然从身上拿出一张黑卡 交给林涵同事开口道 此卡是我们拍卖行的贵宾黑卡 不论在哪个城市的拍卖行 您都可以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而后林涵便在拍卖行里购买了一本技能书 然后进行万倍增幅后才满意的离开 静咒及技能书天堂之夜 被动技能 永久具有恶意感知 一旦有危险来临会第一时间通知宿主 主动技能 赋予使用者上帝视角 紧接着林涵便来到地下城情报中心 他需要一些关于地下城的情报 资金充足的林涵直接大手一挥 买下附近有关于深渊使徒所有的资料 林涵接过情报之后 忽然眉头一皱朝着身后看去 有杀气 不过好像是个小人物 不管了 先去找深渊使徒吧 此时三社会的小嘎嘎躲在暗处 在听到了林涵接下来的目的地后 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很快 林涵就根据情报地图 来到了深渊使徒的刷新点 相对比之前遇到的冰毒蛙 深渊使徒身上展露的气息就恐怖了不少 虽然只是高了两级 但两者完全就是两个状态 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是小怪 但这个就完全是小boss级别 而林涵望着双腿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疯狂奔跑而来的 深渊使徒立马就抄起法杖敌不倒 真丑啊 先给你打个招呼 只见林涵手中的法杖猛然挥下 法杖自带的技能立即发动成功 一道道子雷瞬间从空中轰然落地 直接将深渊使徒的攻击给打断 望着纹丝不动的深渊使徒 林涵不禁暗暗压一道 这就结束了吗 可没想到在麻痹效果消失之后 深渊使徒的双眼忽然猛地放红 双臂瞬间轰出一拳狠狠地袭向林涵 虽然林涵坐视闪避 但还是结结实实地被砸到一旁 面对这一击 林涵甚至没有市长护盾 而是用生命值硬抗了下来 挨了一拳后 林涵不禁眉头一皱 好强 居然掉了1800的生命值 就在这时 三社会的光头男忽然从暗处走出得意道 一个奶系职业也敢单挑深渊使徒 根据我调查 你身上至少数千万资产 这下都归我了 男人随便出手就是静咒级技能 可他没想到居然连地下城都承受不住 开始坍塌的起来 就在刚刚 林涵刚进入地下城就遇到了深渊使徒 而埋伏已久的光头男立马就从他身后走出 准备将他给洗劫 哪怕是陷入狂暴的深渊使徒 光头随手挤刀就能轻松将奇鸟杀当场 在解决掉了障碍之后 光头猛然将刀刃指向林涵宁笑道 在这里把你做掉 有谁会知道呢 而早已经暗暗发动静咒堕落介入的林涵 却忽然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紧接着雇佣兵团的二人 突然抄起武器双眼泛红地朝着光头男逼近 他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疯了吗 而其中一名盗贼职业者 忽然手持匕首杀出 不过光头男反应很快 侧身一下子就躲开了 不过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手 反而再次出手将光头男包围了起来 见此情形 光头男顿时心生恐惧 虽然他是战士 但面对两名二转强者 他一时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光头男很快就被逼得连连后退 但那两人却没有丝毫停顿 疯狂杀出 丝毫不给其一丝一毫的机会 下一刻 光头男面对两名同阶队友的联合绞杀 已经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 他不禁满脸不甘地开口道 是你 是你收买了他们 而林涵文言立马就露出了一抹冷笑 蠢货 现在还不明白吗 他们被我控制了 听着林涵的话 光头男不禁脸色骇然道 不可能 你区区一个十几奶戏职业 怎么会 林涵文言不禁伸了身懒腰但笑道 谁告诉你奶戏就不能输出的 算了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羡慕 好好欣赏吧 静咒混乱领域 顿时无数的雷电从上空涌出 瞬间整个地渊都陷入到了狂暴之中 磅礴的雷电之力在地渊之中开始轰炸起来 三人立马就成为了尘埃 在林涵走出了地下城之后 却忽然发现整个地渊已经承受不住雷电的洗礼 开始慢慢地崩塌起来 见此情景 林涵不禁暗暗嘀咕道 不就是放了个静咒吗 这地下城是豆腐扎做的吗 这么容易它 与此同时 辉越是侦测中心再次乱成了一锅粥 侧人员盯着显示屏幕上已经飙到红的能量检测 不由惊呼出声 天啊 怎么又是这样 孙虎听到动静连忙走入监控室力声道 又怎么了 而检测人员第一时间便给出了判断 头 地下城传来恐怖能量波动 恐怕是静咒 地下城现在随时可能坍塌 孙虎听到这个消息 不禁重重一拳 砸在板面之上怒骂道 那么的 这至尊强者闲得没事做了吗 上次是海啸 这次连地下城都弄它了 它到底打算干什么 当即孙虎就打通了市长的电话开口道 市长 现在地下城随时有可能坍塌 为了职业者的安全 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市长一听事态如此严重 当即严肃道 我明白了 我授权你组织救援队 一切行动要快 孙虎文言连忙再次开口道 可是市长 这次在众多学生觉醒前后出事 事情恐怕不简单 而市长则郑重道 我会向上面请求至尊强者之言 你只管救人 辉约市的未来我就拜托你了 在挂断了电话后 孙虎立即示意周围的人员去组织人手 准备前往地下城 与此同时 整个地下城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混乱领域所产生的力量 竟然直接轰塌了整座地下城 林寒见状不由心头一震 不行 这些人要因我而死 我会内疚一辈子 当即他就使出了静咒守护天使 可自动复活短时间内阵亡的所有生物 顿时无数的光芒以林寒为中心 开始四处扩散 逐渐将整片区域内的所有人都覆盖了进去 而那些被光芒所笼罩的人 哪怕已经死亡了 也开始恢复心跳和呼吸 与此同时 地下城出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的嘈杂声音 一群身穿侦测部门制服的人忽然冲了进来 紧接着孙虎就开始四处张望 同时恼怒道 天杀的至尊强者 别让我找出来 否则我让你好看 而和孙虎擦肩而过的林寒见状不由在心中暗道 惨了 这次事情惹大了 我赶快转职离开吧 随后林寒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转职中心 再见到前台小姐姐后 她立马激动地开口道 小姐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开始吧 而小姐姐则连忙拒绝道 在这里不行 我还没做好准备 而林寒则掏出任务道具淡笑道 我就转个职 不要弄得这么暧昧啊 此话一出 小姐姐顿时震惊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完成了深淵使徒的任务 一时间 整个转职神殿都开始议论起林寒来了 不会吧 深淵使徒刚出来而已啊 这么快就被击败了 这家伙是怪物啊 该不会是某个大家族培养出来的秘密高手吧 深不可测呀 见众人是越夸越离谱 林寒连忙开口胡编乱造道 不是不是 是运气 刚好两个高手在旁边战斗 我就捡了个便宜 此话一出 众人不禁纷纷表示羡慕 真是个好运的家伙 什么时候我也才能碰到这样的大佬啊 见糊弄过去了 林寒连忙催促道 小姐姐 快点转职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随后林寒就顺利完成了转职 并且他立马迫不及待的让系统 对自己的面板进行万倍增幅 静咒极光之祈福 可召唤光之领域 领域内有方所受伤害减少50% 宿主本人减少80% 静咒极暗夜隐身 可召唤一个领域 领域内有方将彻底陷入隐身状态 隐藏所有气息 看完技能介绍后 林寒不禁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太棒了 这简直是防御和逃跑的神迹 下次去个更大的副本赚个大的 然而就在林寒走出转职中心后 却看到孙虎宣布的禁止出城的禁令 当即林寒的脸色就难看了起来 不准出城 那我三转材料怎么办 男人转职成了最废职业生命祭祀 现如今就连路人甲都敢来嘲讽他 可他们不知道刚刚林寒随手丢出的技能 差点就将整座地下城给毁了 甚至就连安全监察部都只能依靠封城来防止事情再次发生 如今全城封锁禁止出城 林寒只好来到了交易市场之中 找刘经理看看能不能弄到转职材料 林寒进入交易中心没过几分钟 刘经理便走了出来迎接 见林寒是要买货 刘经理更加热情了 这是我们的商品清单 林先生看上什么直接拿 一律九折 在看完清单之后 林寒当即淡笑道 各种魔法卷轴 全给我来二十分 紧接着林寒就直截了当当 实不相瞒 我现在需要一份天灾之源 刘经理文言立马苦笑道 天灾之源十分稀少 消息有价无事啊 林寒见有希望 当即呵呵一笑道 这个我懂 一件史诗级装备 见林寒这么爽快 刘经理顿时激动了起来 林先生这就客气了 最近辉约是有个拍卖会 会出现天灾之源的消息 林寒思索片刻后 忽然开口道 刘经理你不厚道啊 我可是付出了一件史诗集装备啊 刘经理却淡定的 摆了白手开口道 放心 我怎么会让信任 我的老顾客吃亏呢 拿上来 话音刚落 一旁的服务员 便拿上来一个金灿灿的圆盘 这赫然是传说中 刷集圣地白银副本的传送阵 林寒当即就拿起传送阵 暗暗迪不道 这白银副本稀少无比 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呀 随后林寒便满意地 拿起传送阵直接离开 在林寒离开后 服务员忽然询问道 白银副本传送阵这么稀有 您这样下血本拉拢他 会不会吃亏呀 而刘经理则坚定道 我们感觉他的气息 比上次强大很多 如果为了转职而需要天灾支援 我有可能看到第一个二转祭祀 这难道不值得投资吗 在离开了交易中心后 林寒忽然暗暗嘀咕了起来 白银副本还能带一个人 带谁好呢 就在这时 王强忽然打了电话过来 林寒立马决定道 人选来了 在接通电话后 林寒直截了当道 我这有个大项目 白银副本传送阵 你听说过没 此话一出 王强顿时炸开了锅 卧槽 你被富婆包养了吗 这么稀有的东西都能拿到 在约定好时间之后 王强便来到了白银副本入口 就在二人刚碰面 准备进入副本之际 身后却忽然传来一阵激笑声 瞧瞧我看到了谁 随后小嘎嘎们忽然大笑道 这不是我们今年学校的第一吗 见林寒二人默不作声 青毛男便指着林寒大笑道 笑死我了 你一个奶气 有什么资格来刷白银副本 此话一出 王强瞬间就炸了 而林寒则冷静地将他给拦住 对面的一众小嘎嘎见状 笑得是更欢了 王强 我送你个忠告 带着一个脱油瓶进白银副本 要是死了 我们会帮你收尸的 王强见自己的兄弟被羞辱 立马就不能忍了 林寒 放开我 我要和他决斗 而林寒却眉头一挑淡然道 别和废物生气 这几个一脸变命样 一看就很若鸡 此话一出 小嘎嘎立即就拔剑相向道 你这废物说话小心点 我们可是二转高手 而林寒对此却不屑一笑 一个被人挑拨就上来挑衅的废物 还指望我尊重你们 小嘎嘎文言立马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你什么意思 给我说清楚 而林寒忽然瞥了一眼旁边再次开口道 还舍不得出来吗 幕后的黑手 话音刚落 高冲的身影忽然从一旁走出 缓缓走到众人跟前 男人身为辅助职业 却挡在最前方 甚至还和Boss打起了肉搏战 就在刚刚 高冲煽动了一群小嘎嘎 前来找林寒的麻烦 而王强在看到高冲之后立马不屑道 高冲 怎么几天不见 这么拉了 而高冲却朝着林寒指高气扬道 我高冲挑衅还需要鼓动别人吗 我有说错吗 一个升不了极的奶昔来白银副本 简直就是送死 王强 我劝你还是和别人组队吧 而被拦下的王强顿时恼怒道 别拦我 今天我要把这混蛋揍得满地找牙 不过林寒却摇了摇头道 感谢兄弟 打脸的事情 还是我自己来 见林寒这么嚣张 红发男当即就不能忍了 一个剑步朝着林寒息去同时恼怒道 你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给我死吧 而林寒却一动不动 在红毛男扑到跟前的瞬间 随手一抬就将他手中的长剑击飞 在红毛男猛逼之际 林寒直接伸手揪起他的衣领 紧接着林寒猛然一扔 在他那恐怖的力量之下 红毛男立即就将另外几人给砸飞 一扛的小嘎嘎见状 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不会吧 他是不是没用技能 这身体素质超标了吧 乃希的身体这么强的吗 紧接着林寒就抄起沙包大的拳头 冲向高冲同时冷声道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不一会的功夫 无力抵抗的高冲就被林寒给捆绑了起来 见高冲那副慌乱的表情 王强顿时就乐了 在你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之前 你就好好在上面欣赏风景吧 林寒 我们走 在二人进入副本后 路过的小嘎嘎们不由议论道 真难看 被一个奶系打败 脸都不要了 真是丢死人了 而高冲则在心中暗暗发誓道 我和你们两个势不两利 与此同时 林寒和王强很快就进入到了白银集副本当中 一个个骷髅架子立马就从地下钻了出来 林寒见状连忙出声提醒道 这些士兵可和新手村的小怪不一样 小心点 话音刚落 王强所在的位置底下猛的就伸出一只骷髅手臂 牢牢抓住了他的腿 顿时他就慌张了起来 卧槽 还能潜伏 当即王强就开始发动技能 幻化出无数张卡牌缭绕在身旁同时开口道 林寒你跟在我身后吧 我的职业是卡牌大师 没有怪物可以进我的身 话音刚落 王强幻化出来的卡牌就开始不断飞舞轰炸 当即王强就大笑道 看到了吗 这就是卡牌大师的实力 而早已经解决一车士兵的林寒闻声不经点头道 的确厉害 就比我慢一点 见林寒居然赤手空拳打怪 王强顿时急眼了 兄弟 这玩意能用拳头解决吗 你其实是战士对吧 而林寒在随手干翻掉一个士兵后 但笑道 我天生神力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要不是怕被政府发现 我一个禁咒就直接清场了 见林寒的实力这么强悍 王强不禁没好气道 我突然觉得我有些多余了 就你这身体素质 给你把锤子 你就能一个人锤爆副本 林寒见状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好了 别沮丧了 咱们加速升级 你管前面我管后面 见林寒给自己分配了任务 王强立马就精神了起来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当即王强就开始挥舞双臂 吟唱了起来 雷电之神 洗刷他们的罪孽吧 顿时他所召唤出的卡牌 就开始不断滋滋作响 开始散发出雷电之力 紧接着一道道雷电 感受到王强的召唤 开始从卡牌上降临 不断轰斤念前冒出的士兵 在展现出自己的技能之后 王强不禁得意道 这次升级真快呀 可林寒却没有回应 直接揪起他的手 就往一旁飞奔 王强立即就感觉 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带着跑动了起来 下一刻 一柄庞然的巨斧 猛地轰然落地 爆砸在王强 刚刚所在的位置之上 只见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 躺着一柄巨斧 出现在二人跟前 不断发出阵阵咆哮 王强见状不由一乐 林寒 我下次叫你寒哥吧 你把隐藏BOSS都弄出来了 真牛啊 而林寒则连忙提醒道 小心点 这家伙不简单 王强文言连忙 吻了吻心神点头道 放心 我一会负责远程攻击 耗死他 可还没等王强说完 林寒就直接脚下一蹬 静止朝着牛头怪BOSS飞奔而去 这只16级的牛头人BOSS 一击的杀伤力足以杀死 任何一个实际的职业者 可林寒却依靠法杖 直接抗下了攻击 同时开口道 还愣着干什么 用你的法术攻击啊 虽然林寒的技能不少 但全都是静咒级的 现在根本不敢随意使用 王强在得到指令后 立马就开始操纵卡牌 将牛头怪给包围了起来 在卡牌的一顿轰炸之后 王强忽然大喊道 林寒快回来 这家伙被我打成残屑 快放终极大招了 话音刚落 残屑的牛头怪 忽然就喷出一口番茄酱 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之声 紧接着他就猛然抡起斧子 用自己的最后力气 横扫任何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而林寒却不退反镜 猛然越起抡起法杖大喝道 别小看一个奶爸呀 下一秒 林寒手中的法杖 猛地爆砸在牛头怪的头上 鼓猎的声音 顿时就在牛头人身体之中炸开 硬生生被林寒砸碎了头骨 整个过程 林寒都没有使用出任何技能 全靠自身恐怖的属性来硬刚 王强此时已然看呆了 他不禁暗暗骇然道 奶昔单挑BOSS 卧槽 我瞎的呀 寒哥不愧是寒哥呀 与此同时 副本门口忽然弹出一个提示框 赫然是林寒二人通过副本的提示 而这个速度已经刷新了 副本的最快通关记录了 现此情景 被捆绑在岩石上的高冲顿时 就满脸不可置信道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男人屡战屡败 却依旧坚持找林寒的麻烦 现如今他终于二转完成 立即就打算在大考上一雪前耻 就在刚刚 林寒望着已经人满为患的考场大门 不惊讶一道 不愧是大学生考试 人真多 而王强则挑了挑眉硬道 那是 多少高手都想在这里一飞冲天 就在这时 高冲忽然出现在二人身后咧嘴笑道 全校第一来了呀 紧接着高冲就出言讥讽道 这次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倒要看看你们还如何作弊 见高冲还赶出来嚣张 王强顿时就乐了 高冲是你呀 被绑在柱子上的滋味不好受吧 此话一出 高冲顿时就炸了 上次是我不小心找了你们的道 可是今天我已经二转了 你们就祈祷不要碰到我吧 可以然知晓林寒实力的 王强不由在心中暗道 二转我是打不过 但是你要打林寒 只能说你想多了 就在这时 考场内的钟声忽然猛地响起 一阵阵钟铭地响起 是宣示着招生大考即将开始的信号 除了不准服用透支潜力的禁药 其他一切手段都可以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紧接着裁判就高声宣布道 第一场 高冲对战林寒 两位考生准备 很快二人便走入到了鄙视台之中 曾经林寒可是全校第一 虽然如今的职业并不受待见 却依然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 可高冲在上台后 立即就指着林寒赤鹤道 裁判 林寒刷副本作弊 我请求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文言 裁判的脸色瞬间的冷了下来 荒唐 在我面前没有人能作弊 你们打不打 不打就滚下去 高冲文言立马就抬起手来开口道 等一下 我们继续比赛 随后他就指着林寒冷笑道 林寒 你一个奶戏凭什么刷新副本记录 我这次一定要戳穿你的谎言 紧接着高冲就冷笑道 我们来打个赌吧 如果你输了 证明一切都是谎言 五年内不准参加大学招生考试 反之我也一样 一听这话 林寒的脸色立马就冷峻了起来 你三番四次来找我麻烦 真的我没脾气吗 这个赌我接了 话音刚落 高冲的身影便消失在了 鄙视场地之中 同时传出他自信的声音 二转之后的我有多强 你根本想象不到 见此情景 场下的小嘎嘎们顿时就惊呼出声 好厉害啊 这是二转盗贼技能 连人都找不到 这怎么打 这高冲居然是二转高手 是个种子选手啊 与此同时 高冲不断的隐秘在鄙视场地之中 同时得意大笑道 林寒 我知道你的力气很大 但是打不到人 你有力气又能怎么样 你只能成为我的靶子 林寒闻言则脸色古怪地开口道 就这 我的眼睛能识破所有隐身 而且高冲的这个技能也太辣机了吧 我还没用技能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此话一出 高冲顿时就不能忍了 他立马抽出腰间的匕首发动袭击 同时冷声道 林寒 为你的谎言付出代价吧 下一刻 匕首锐利的锋芒划过林寒的右侧 可林寒轻微一侧 直接就躲避了高冲的攻击 高冲顿时就怒了 怎么可能 一定是巧合 紧接着匕首就快速朝着林寒的双目刺去 而林寒微微往下一蹲 就轻松躲过了 连续攻击都没有碰到林寒 高冲顿时就怒了 开始疯狂挥动匕首进攻 底下的小嘎嘎利马就看傻眼了 好快的速度 我只能看到残影 这林寒也好快 现在都没有受伤 这就是高手间的战斗吗 与此同时 正在高台上观战的金发导师忽然开口道 强悍的身体素质 高超的反应 偏偏是个祭祀职业 可惜了 不一会 高冲就累得直喘粗气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可能 为什么你能全部躲开 而林寒则眉头微皱两手一摊无奈道 你以为的高速 在我的眼里 不过是乌龟在爬而已 而台下的王强健壮立马就哈哈大笑道 怎么不狗叫了 你突然不叫了 我还不适应 而高冲则满脸不服气的朝裁判开口道 快调查他呀 他肯定吃了药 裁判文言顿时就恼怒的职责道 够了 我说过 在我的眼皮下没有人能违规 你没有其他招数的话 我就怕你败了 话音刚落 高冲忽然猛的原地一跃同时恼怒道 我还没败 我还有最后一招 给我接招吧 顿时高冲身上的气势就陡然攀增 二转的实力也在这一刻开始全速运转起来 二转技能螺旋一击猛的就朝林寒刺去 而林寒剑状立马就眉头微皱 然后举起拳头开始蓄力 就在林寒准备稍微用点力气和高冲硬刚之时 一刀我若是扎出去就赢了 你拦我干什么 而裁判则满脸严肃地冷声道 刚刚那一下我要是不出手 你就会被击穿心脏而亡 你想尝试一下那种感觉吗 此话一出 高冲顿时就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壁 而裁判则高声宣布道 本场胜者是林寒 来了来了 卡牌大师的初次擂台战终于打响了 就在刚刚 高冲见裁判宣布林寒获胜 他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被获胜欲望冲昏头脑的高冲 猛然抄起笔手 静止其向林寒同时怒吼道 不行 我不认输 话音刚落 林寒立马就挥出一拳 将扑面而来的高冲 给实打实地打在脸上 直接将其暴砸在地上 当即林寒就有些恼怒道 不自量力 明明放过你了 还来找死 抬判见状不由压一道 你力气很大 真的是奶系职业吗 林寒则哈哈一笑道 如假包换 紧接着林寒一脚踩在高冲的头上揉拧道 行了 别装晕了 我没下狠手 怎么样 现在服不服 不一会 在医生上场把高冲抬走之后 他立即嘴硬道 林寒 我以后一定要击败你 而王强在林寒下场后不禁哈哈大笑道 不愧是我兄弟 没有给我丢脸 紧接着裁判就再次宣布道 王强 张斯文 徐家美 刘云云 快上擂台 否则视为弃权 林寒文声不惊讶一道 没想到这次选拔出了单挑还有混战 你可别翻车了 而王强则自信一笑道 放心 你就安心看我的表演吧 待四位选手都上了台之后 裁判便正式宣布比赛开始 身为实际卡牌大师的王强当即自信道 来吧诸位 让我们享受这一场战斗吧 只有六级战力的刺客张斯文健壮立马开口道 没想到是个实际的卡牌大师 诸位 我们不如先把这个最强的淘汰了 然后再分出胜负吧 一旁的刘云云文言便直截了当道 我是奶系治疗师 只要施展技能就行 站哪一边都可以 话音刚落 张斯文突然杀出 以极快的速度习向刘云云同时冷声道 有道理 那就彻底杜绝你这个变数吧 张斯文的这种速度 没有防备的刘云云根本不可能躲得过去 在解决了刘云云后 张斯文立马宁笑道 这样你就没法站在王强那边了 怎么样 徐家美 你加入我吗 没有选择余地的徐家美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紧接着张斯文就抄起爪子朝着刘云云看去同时冷笑道 很好 那接下来就是将刘云云淘汰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张金色的卡牌猛然破空而出 拦住了张斯文 被打断的张斯文健壮立即朝着王强恼道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拦我 这可是个人战 而王强则眉头微皱地赤鹤道 仅仅是为了他不站在我这边你就翻脸 如此卑鄙我可看不惯 当即张斯文就脚下一栋席向王强同时冷笑道 被先把你干掉也一样 在等级上拥有优势的王强健壮却丝毫不慌地但笑道 说得好像你能赢我一样 与此同时 在一旁伺机而动的徐家美忽然低声迎唱起技能来 身为催眠师的他可以削弱对手的战力 就在这一瞬间 王强能够感受到身体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就连经历也大不如以前 趁着这个间隙 张斯文就冲到了王强的跟前猛然发动攻击同时冷笑道 身为卡牌大师被人近身 是你最大的错误 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刺客一击 下一秒 对立的爪刃在挥下的瞬间 一张卡牌猛然飞到王强的身前挡下了这一击 虽然王强的手臂被轻微划伤 但他迅速将卡牌全部挡在身前再次开口道 我的卡牌不仅能攻击 还能防御 与此同时 台上的评委不由赞叹道 在瞬间将卡牌贴在手臂上增加防御力 真是惊人的天赋 另一名老头则点了点头附和道 好好培养 将来必定是个强大职业者 今年的好苗子不少啊 就在这时 王强一边操作卡牌一边大喝道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卡牌大师的厉害 全属性发射 顿时树道光芒就从卡牌中击射而出 不过徐家美在王强发动攻击的瞬间 立即就对他发动迷幻之神的负面状态 只见王强所使出的攻击不断落下 却没有击中二人 徐家美这才淡笑道 我让你发射的时候下意识地看错目标 这样你是打不到我们的 见此情景 王强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几分 一敌二还是有些勉强了 而张斯文则再次抬起爪刃冷笑道 干得太棒了 王强 打不中的你只会被我当成靶子 受死吧 男人身为辅助职业 却抡起拳头和对手打近战 就在刚刚 王强以一敌二 被对方给克制的连技能都放不准 王强见催眠师的控制如此强悍 当即就闭上眼睛开口道 既然眼睛会欺骗我 那么我就闭上 攻击覆盖整个擂台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下一刻 智悦的火球立即轰炸全场 徐美丽作为辅助职业 根本来不及躲避 直接就被淘汰出局 紧接着王强就朝着张斯文开口道 现在就剩你了 你觉得你还有胜算吗 当即张斯文就禁止 习向王强同时冷笑道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又全力攻击了两轮 还能有多少体力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 然而就在爪刃落下之际 卡牌再次将其牢牢挡住 张斯文不由惊呼出声 不可能 你怎么还有这么充沛的体力 而正在吟唱春之女神赞歌 发动双丝线治愈技能的 刘云云则淡然道 你是不是忘了我 下一刻 原本疲惫的王强 在这一刻手臂上的疼痛 竟然逐渐地消失 当他再次挥动手臂的时候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痛感了 见王强恢复如初 张斯文的脸色立即就变了 竟然会这样 而王强立马就操纵卡牌 对着张斯文就是一顿轰炸 在烟雾消散之后 张斯文已然被轰炸到昏迷了 随后裁判就抬起王强的手宣布道 这场比赛的胜者是王强 在王强下台后 林涵立即搭上他的肩膀打去道 你可以啊 不仅赢了 而且还英雄救美 就在这时 一旁的刘云云忽然来到王强身旁感谢道 王强 谢谢你 不过一会可能有点疼 话音刚落 王强猛地就感到一阵剧痛涌了上来 顿时就疼得他哇哇叫 刘云云闻声连忙发动技能同时开口道 真的对不起 双丝线虽然能一时转移伤害 但是之后会加倍返还回去 不过我会去好你的 林涵见状便直接转身打去道 你就在那待着吧 我就不当电灯炮了 一小时后 便再次轮到了林涵上场 他的这场对局赫然也是混战 而三人中为首的中三千当即冷笑道 林涵你的确很强 所以我们三个一致决定 先淘汰你 再决出胜负 林涵闻言却不以为然的但笑道 求之不得 当好也能节省我一些时间 话音刚落 三人就迅速成包围之势 将林涵围在了中间 紧接着杜丽营就率先开始吟唱技能万箭齐发 顿时他的手中就迅速凝食出一柄长弓 林涵见状不由眉头一条压一刀 竟然是稀有职业弓箭手 可惜 你我的速度 你的攻击我都能躲过 当即杜丽营就迅速放出箭矢同时得一刀 那么覆盖式攻击你能躲开吗 话音刚落 无数根光剑猛然击射而出 朝着林涵所在的位置席卷过去 而林涵望着这波密集的箭语不禁暗暗敌不倒 虽然攻击是覆盖式 但降落顺序不一 我完全可以凭借速度躲开 可下一秒 正准备动身的林涵却意外发现自己忽然动不了了 身为束缚师的中三千已然发动技能 一根根细丝犹如灵蛇一般将林涵给缠绕了起来 紧接着光剑就轰然落地 束缚师配合弓箭手打出了一波堪称完美的配合输出 此时三人心头都不禁浮起同一个念头 就算林涵再强也承受不了这一招吧 可在烟雾散去后 林涵却毫发无伤地从中走出 中三千剑撞顿时就骇然了 你居然靠蛮力挣脱了我的束缚缠绕 而林涵则一边清理气线一边淡然道 这玩意看起来吓人 实际上不结实 一用力就开了 不过剑语的威力还不错 挺疼的 此话一出 杜丽莹就被金的嘴巴大张了起来 居然凭身体正开束缚 硬接力剑 这家伙是什么怪物 就在这时 林涵猛然脚下一踏举起拳头咧嘴笑道 你们攻击完了 该我了 下一秒 林涵就感觉好像撞在了一层透明玻璃上 被挡住了脚步 只见林涵所在的位置 忽然浮现出竖堵光幕 将他围困在其中 胡生剑撞不由激动道 不好意思 我是画师 这是我的技能画地围牢 只要光注在 你便无法出来 但我们却能攻击你 紧接着胡生就转身大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有什么手段全都用出来啊 画音刚落 中三千连忙就发动技能灭杀蛇鞭 一条由雷属性凝食而成的鞭子 立即朝着林涵袭去 而杜丽颖也不甘示弱 抬手就使出自己的最强单体攻击技能必杀之剑 就在三人觉得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 林涵忽然对着光幕就是一拳 紧接着画地围牢的屏障之上 竟然以林涵刚刚那一拳打出的位置之上 开始遍布裂纹 林涵见一拳居然轰不烂 立即就开始不断出拳轰击光幕 见此情景 胡声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这怎么可能 下一刻 画地围牢的光幕就被林涵给轰成碎片 再次依靠肉体强行破解控制技能 当即林涵就松了松拳头得意一笑道 这下该轮到我了吧 与此同时 杜丽颖的必杀之剑已然发动完成 剑矢瞬间击射而出 而中三千也同时朝着林涵甩出了自己的最强绝招灭杀蛇鞭 可林涵面对两大杀招 却不躲不闪 直接用双拳对轰在两道技能之上 见此情景 底下的观众席顿时就沸腾了 卧槽 光靠肉身击败三大高手 这还是人吗 在轻松化解了攻击之后 林涵立即淡笑道 你们真厉害 三个稀有职业配合得很不错 我都差点翻车了 三人文言不由美好气道 还差点翻车 你连皮都没蹭破吧 虽然连你的技能都没看到 不甘心啊 紧接着三人就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来开口道 裁判 我弃拳 不跟变太打